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平区公所推动的 异化安平活动 时间在2012年8月24号 星期五下午7点半 地点在台南市安平港 国家历史风景区油气码头 也就是安平抽水站 路线是当您下安逸桥后 左转到底 在左侧的渔港免费入场 演奏会当天需要服饰同工 详情请看印刷版的周报内容 远神纪念您的摆上和奉献 接下来的消息是 美丽邀约 个人基础彩妆班开课咯 你知道怎么让自己 打扮可以的出门吗 你知道如何让自己 外在美与内在美兼具吗 本课程将教你 如何运用简单的小技巧 创造属于自己 优雅又大方的妆感 上课时间 第一梯次从8月24号开始 每周五晚上7点半到9点 第二梯次从8月25号开始 每周六下午2点到3点半 上课费用每堂课1.5个小时 共四堂课1200元整 诗资是由专业的新娘秘书 方维新老师 以及专业的造型师 为您亲自指导 上课的时候请自备材料 及小力进 二十人一班 额满为子 报名请洽 汪丽金干事 接下来的消息是 由施红彦老师指导的 儿童书法班 即将在8月12号开课咯 为了让您的孩子有机会学习正确优美的书法 来书写圣经的话语 使孩子的生命因着学习书法而更加的丰富 时间在每个主日第一堂早上9点到10点15分 地点在儿童墓区三楼教室 免费参加 但是请自备书法用具哦 接下来的消息是 你想要服事神吗 教会以及马可楼需要征召一群火热的志工团队 为了因应教会事工的多元化 我们需要一群热情活泼 喜欢接触人群的弟兄姐妹 来帮忙教会以及马可楼的事工 如果您对于接听电话或关怀探访 或者是文书处理的服事有意愿的话 详请请洽邱丽云干事 或虹桥传道会社工温景淳姐妹 我们将会为您安排一系列的训练课程 也愿神祝福您的服事与摆上 接下来是一则有关于虹桥传道会的消息 虹桥传道会所属的虹桥家园 需要应征女性生活辅导员 需要幼宝科或社工科系毕业 有经验者为家 详请请洽 虹桥传道会社工温景淳姐妹 天桥搬家公司成立了 天桥搬家公司成立的宗旨 是本着助人的精神 希望让弟兄姐妹以较低的费用 享受较高的搬家品质 欢迎大家提供机会让我们来服务 也请大家不令指教 并多多为这个事工来带导 使我们的专业及人力都能够做到最好 如果您或您的朋友有搬家上的需要 请洽事工负责人吴总理 接下来是关于儿童牧区的消息 儿童牧区即将举办清凉消暑 敬拜祖野外礼拜活动 时间在8月5号礼拜天 受邀对象是幼幼班和幼稚班的小朋友 请家长们在当天协助小朋友 穿着清便的凉鞋 戴口哨 准备一把水枪 还有一套唤洗衣物 集合时间在8月5号礼拜天早上10点半 在一楼幼幼幼班集合准时出发 我们一起祷告吧 随时多方祷告卡运动开始咯 天桥教会带导团队 接下来要推行随身祷告卡的使用 一卡在手爱心无限 一卡在手力量无限 8月份开始即将发行 每月一刊的随身带导卡祷告运动 目的是希望弟兄姐妹都能随身携带祷告卡片 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 把握每一段小小时间祷告 经历到圣经所说的随时多方祷告的大能 祷告卡的内容包含 为教会传道人和卫性者的需要祷告 盼望透过这波祷告运动 能让教会弟兄姐妹看重祷告 更爱祷告进而提升我们教会祷告的活力和活力 欢迎有负担要为教会祷告的兄姐 向干事或同工所取代导卡 一年一度的基尼神迎会又来咯 你已经结婚很久了吗 还是您刚结婚 或者是你才刚要进入婚姻呢 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你 能够来参加在这个迎会的当中 与我们一起来讨论认识神在婚姻当中的心意 迎会当中会有诗歌 敬拜 生命的见证及主题的分享 我们期盼在迎会当中能够帮助您 经历到神话语的更新以及圣灵的充满 使您的婚姻能够再次来被建造起来 您的家能够更加的有丰盛 更加的有恩典 另外为了家中有年幼孩子的夫妻们 我们另外设计了一套一系列的儿童活动 给予您的孩子有陪伴以及照顾 您白天方可安心的参加这迎会 晚上我们会将孩子们送到饭店与父母过夜 每个孩子我们会着收参费300元 详情会在儿童牧区的消息报告 再做详细的说明 那您是否已经对这个参加 夫妻经历审营会充满的期待呢 时间是8月17号星期五晚上的6点 到8月19号星期日下午4点 地点在台邦商旅 备用是每个人3000块 每对夫妻6000块 请弟兄姐妹可以预备心来参加哦 详情会在营会的报名表上面刊登 报名表我们会放置于圣殿后方的柜子上 或是宁可向同工来拿取 再来是儿童牧区一系列的活动预报哦 第一 上帝就是这么爱我的夏令营 时间为8月14号到8月17号 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 地点在天桥教会 费用每人200块 招收对象是幼稚园中班以上的学生 到国小六年级 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5号 8月17号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 是欧战圣歌特战队 就是这么跳的亲子音乐步道晚会 这个活动是免费的 欢迎大家能够带朋友来参加哦 再来是8月18号 星期六早上8点到下午4点的 儿童牧区新化大坑农场一日游 费用为每个人300块 含车资中餐以及保险 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5号 所有的报名请洽 佩山老师 事项干事令营来报名哦 之前有购买祷告店的姻姻姐妹 请注意咯您的手册已经到货了 请于主日聚会之后 在门口向同工登记领取 今天来到我们教会的新朋友们 我们非常的欢迎你哦 欢迎你在主日聚会之后 能够与我们一同到新嘉仑光华中心 就在停车场旁边的货柜屋 与我们一同认识 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分享 以上是今天的消息报告 让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最爱的大家长 临线屏幕式